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0年的2月12日 继续我们的一天一个小故事 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呢 是我以前写的一个新说成语故事 那个成语的名字叫一衣带水 话说那一年 江南的皇帝陈书堡在长江边盖了一座亭子 江北派去江南的戏座 回来就眉飞色舞 绘声绘色的描述 说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一座亭子 而是一座三重的楼阁 那里面住着陈书堡的十个美飞 其中最受宠爱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叫张丽华 那楼阁的材料用的全是最名贵的檀香物 那个香啊 美人加上木材的香味 随风飘到十里以外都闻得到 江北的皇帝阳间半天才回过神了 冲着旁边的宰相高炯就苦笑道 你看看人家 人家那可是真会玩 那听皇帝说话了 大臣们纷纷从对那十个美眉 张丽华和谭香木的相网中清醒了过来 急忙纷纷做气愤状 他那是荒音无耻 对 他那是民脂民高 老百姓一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对 我们要讨伐他 我们要替天行道 于是乎从这天起 那座香香的亭子就一直纠缠牵挂在杨奸君臣的心 直到有一天 杨奸开始担心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那个张丽华是不是已经老了 不成 这事得抓紧 忧心忡忡的杨奸对大臣们说 他决定讨伐江南 大臣们激动的表示 赞同 但也有人敲声说 那长江天险怎么办 一刻也等不了的杨奸 听见这话很生气 我是天下百姓的父母 难道就因为一条像衣服带子宽的长江的阻隔 而不去拯救那里的老百姓吗 这里边说的衣带是古人用的腰带 大概呢 也就这么一两寸宽 用一条裤腰带来形容号称天险的世界第三大河 长江 那这个人他一定是个牛人 而杨奸他就是这样一个牛人 其实呢 比杨奸早200年 有一个叫傅奸的莽撞人面对大河抒情的时候 也说了句类似的话 当时叫头边断流 也说了这么一句狠话 这两个人的名字呢 都带一个尖字 听起来都够横的 但相比而言 还是老杨这个气魄更大 当年老父说完了那句狠话以后 没能过去 最后是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仓皇败逃 那老杨过去了吗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 如果列举中国历史上十个最有作为的帝王 那隋文帝杨奸一定是名列其中 唐朝呢后来推倒大隋 把华夏文明带向了巅峰 但他所沿用的 沿用的那些法律国家制度 基本都源自大隋 源自这位杨奸 杨奸可不是个说大话的主 当时呢 北方是连年战乱 民生凋敝 国家衰弱 而位于江南富庶之地的陈朝 人家是歌舞生平 顺风顺水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所以杨奸呢 要去找张丽华也没那么容易 但杨奸他有办法 他对南臣上演了国家恐怖主义 这具体的办法呢 主要是两个 一是杨公 北方的粮食收割季节比南方要早一两个月 等他这收完了自己的粮食 这杨奸就开始调集大军 陈兵长江 做事要大举进攻 而南方此刻正在收割的时候 听到对面敌人大军来犯 那急忙召集全国的壮兵 到江边迎敌 一来二去就耽误了农食 那当然也就严重影响了收成 第二招更狠 杨奸派出了特种部队 也就是特务 潜入了江南 任务只有一个俩字 放火 每到天干风大之际 江南的梁顿丛林到处都是封烟四起 你救都无从救起 像这样的搞法老杨是一共搞了七年 这七年间北方是拼命发展生产 国力大增 而南方经过这样没完没了的折腾 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那更要命的是那会儿呢 人迷信 眼见到处都是大伙 这大伙呢 他不去抓特务 反而认为是自己的皇帝 天天不务正业 遭了天谴 民心到这时候彻底散了 这时候终于到了 隋文帝阳间派五十万大军 讨伐江南的陈朝 很快就攻下了陈朝的都城建康 终于占领了那座亭子 找到了张丽华 也顺便统一了全国 一一带水 说起来呢 是个挺奇怪的成语 当时我写这个新说成语故事的时候 我还找我身边的那个 说汉语的华人啊 我还问 结果每个人呢 好像都听说过这个成语 有的人还会用 但谁也说不上来 这个成语的具体意思 这个断字怎么断都不知道 是一一带着水还是怎么着 实际上一带是一个词啊 至于那个水指的是什么 那就更没人知道 很多人呢 后来知道这个成语是因为日本 当时呢三四十年前 当时中日正友好 作家冰心一激动 在好几篇的文章里 就把中日两国形容成 一一带水的友好邻邦 这个说法就从此流传开来 其实中日之间是隔着黄海 东海那相距好几百海里呢 飞机都要飞两三个小时 把浩瀚的汪洋形容成 一一带水 这实在是一种误用 这夸张的都没边了 当时呢只能说形容的是一种心情 那时候人都豪情万丈嘛 什么词都敢使 那时候不是讲吗 海内存知己 天涯都弱比林 地球都是小小环球 更何况那一小片海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了解了 这个成语的出处和他的原意 也算是我的一个呼吁啊 今后呢再形容中日两国的地理关系 继续误用这个一一带水 就不合适 其实呢用隔海相望 隔海相邻 一海相隔 大概更合适 更恰当 历史上可考的 在国家之间 第一次正式使用这个成语的 是朝鲜 在这儿呢跟大家漫谈几句 说在元朝的时候 当时的高丽 那是大元的一个行省 当时通过和亲 后来的高丽王室 都有蒙古人的血统 大脸盘子 朱元璋呢 开始横扫天下 其中一路大军 就一直打到了辽东 结果这高丽国王不干了 他要替元朝报仇 他决定调集各路军队 去讨伐大明 这支远征的大军 有多少人呢 连厨子都算上 总共四万人 这当国王的糊涂 当大将的他可不傻 这大将李承贵知道 自己我可没有 一一当时的战斗力 四万人我打谁去 此行完全就是送死 走了几天 这道是越走越黑 最后他一咬牙 他带着军队打回了老家 废了那个高丽国王 建立了自己的李氏王朝 李承贵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那就是向明朝称臣 他向朱元璋递交了国书 国书里其中有这么几句 叫两国相邻 比邻而居 一衣带水 永坐翻尘 当时还请求朱元璋 给他的新王朝取个名字 于是呢 这个庄严的历史使命 就落在了朱元璋的身上 经过慎重的考虑 他为这个王朝 确定了他新的名字 叫朝鲜 意思是朝日鲜明之国 实际上应该叫朝鲜 后来念白了 咱们就念朝鲜 当时朱元璋亲自下令 朝鲜为永不征伐之国 朱元璋和李承贵 从此呢 就确定了明王朝和朝鲜 一衣带水的友好关系 也立下了双方守望相助的诺言 后来的历史证明 他们以及他们后代的子孙 都遵守了自己当年的承诺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小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请您点赞 也拜托您宣传和订阅 我们这个频道 咱们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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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